霍铜古镇 又以水运之力发展成为通往平南 古田 明北郑河及省城福州的交通枢纽 古镇中的霍铜山 所有天下第一栋天之城 为中国东南道教发向地 青山绿水 古镇悠悠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郊城区霍铜镇的文昌阁 这座文昌阁始建于清康熙37年 距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 80多年前的一天 这座古老的建筑见证了一场极为特殊的谈判 闽东国共和谈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 曾经兵戎相见 你死我活的闽东红军和国民党地方当局 为什么要谈判呢 这谈判场内外又有哪些惊心动魄的较量 历经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闽东红军如何迈向新的征程呢 在闽东 党和红军独立坚持 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期间 国内形势正发生着重大变化 继918事变后 1935年 日军铁蹄再次踏入中国华北地区 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危机 中国共产党为动员全民族抗战 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1936年12月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全民族统一战线 初步形成 然而 长期转战在深山密林中的 闽东特卫和红军游击队 仍未与党的上级取得联系 为进一步了解国内形势 8月上旬 叶飞率闽东红军独立师主力 打下宁德八都重镇 从缴获的申报中看到了中共中央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和第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司令彭德怀就职通电 得知国共合作已经实现 中共闽东特委正式向国民党福建当局提出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的要求 但是国民党当局却置之不理 仍然坚持北河南角政策 对闽东红军的军事清教并没有消停 果不其然 8月中旬 叶飞率闽东红军独立师第二纵队 从联罗地区回到宁德根据地 国民党福建保二旅旅长黄苏 派一个加强连紧跟其后 为了寻找有力战绩 8月18日 红军主力部队连夜驻扎进郊城区 阳中镇的一宝村 一宝村是当年通往霍同九都的交通要道 1934年9月 民东红军独立师 在一宝村十里外的肢体寺厂立 村里有不少青年参加了红军 一宝村住有60多户村民 近200人 一旦发生战役 全村上下 俨然是一支强大的后勤部队 村民彭氏当仍然记得 当年这支着装整齐的红军大队伍 经过一宝村时 红军战士 教群众唱红军歌曲 敏东山区 丰鸾叠仗 勾壑纵横 十分有利于红军部队作战 这里呢 有一条非常著名的山岭 叫做青母岭 对面就是九都的坑尾村 山下呢 则是缓缓流淌的桃花溪 从坑尾村来一宝村 需要爬两段又小又陡 各围五公里的上下山路 而且呢 必经这条青母岭 相传 当地有两家亲家母 因为害怕走路 隔空喊话 青母岭 故而得名 8月19日 红军主力部队 在地形十分有利的 青母岭设服 准备迎战敌军 同时 一宝村群众全村动员 村民分为挑弹族 步哨族 后勤族 参战族 开始忙碌起来 百分之一 这样子 一旧放在这里 一旧在这里 清晨 天刚蒙蒙亮 挑弹族群众 出发前往镇上购买粮食 准备补给后方 步哨村民则兵分两路 暗哨族 设在坑尾村的黄土里 一旦发生敌情 立刻用当地方言 呼喊 番鼠被牛吃掉了 那么 假扮在青母岭岔路上 劳作的名少族 一听便知 有国民党兵 近山围剿了 上午时分 占据一宝村山头的 红军部队 能清楚地看到 传黄色军服的敌兵 沿着对面山陡峭的山路如洞 粗略估算 约有一百多人 红军部队早已胜券在握 决定用这一仗来打掉敌人的嚣张气焰 促成与国民党当局的和谈 下午两点多钟 只听前方一阵喊声 番鼠被牛吃掉了 敌人已进入坑尾村 战斗打响了 埋伏在青母岭半岭上的部队 首先开火 紧接着更高处的机枪 开始猛烈扫射 亲历这场战斗的敏东独立师领导人阮英平 陈廷 身仙士卒冲在队伍前头 战斗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上世纪九十年代 陈廷将军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 当场还有许多异宝村自动赶来助战的群众 拿着锁标 扁弹 锄头 柴刀 帮我们拦截 搜索残敌 抓了十几个俘虏给我们 战斗进行得很顺利 我们以几个轻伤的代价 全部歼灭了 第一省保安旅的这个连 一百三十人 缴获全部枪支弹药